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华文六年级单元十三 金色的脚印生词 在这边老师要邀请同学们点击订阅 支持老师所创建的语文和科学的频道 同学们赶快按subscribe订阅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同学们就可以收到更多有关语文和科学影片的资讯了 好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单元的生词吧 好第一个词叫做脖子 脖子 好让我们一起来学脖这一个字 脖这一个字的部首呢是月字部 笔画书呢是十一话 好同学们举起你的手 跟着老师一起来写脖这一个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一 那脖这一个字呢是左右结构的字 好 那脖子呢指的就是呢连接我们头和躯干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是这个部分或者我们一般叫做颈部 好 所以呢我们的脖子如果呢对着电脑太久 或者在固定的位置呢 呆了太久的话我们脖子会酸痛 或者呢我们把我们的脖子扭一扭扭得太用力的时候呢 我们会扭伤脖子 妈妈的脖子上挂了 同学们挂了些什么呢 妈妈的脖子上挂了一条珍珠项链 嗯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组词语 是坦路 坦路 好 我们一起来学坦这一个字 那坦这一个字的步手呢是一字步 比划数呢是实话 好 同学们举起你的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那坦这一个字呢也是左右结构的字 那同学们要注意的是在写一字步的这个步手的时候呢 要记得它是两点的 一 二 两点 好 那坦路呢指的就是显路或表现出来 那一般呢 我们说坦路 心深 坦路你内在呢想要说的话 或者呢 坦路 烦恼 苦恼 那一般上我们会在谁的面前呢 坦路自己的苦恼呢 他毫无掩漫 他毫无掩饰的在闺蜜面前坦路自己的苦恼 除了闺蜜 很有可能我们会在我们的爸爸妈妈面前坦路我们自己的心声 好 接着我们要来看的第三组词语是 警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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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来学写惕这一个字 他的步手呢是树心旁 以画数十一画 好 让我们一起来学写惕这一个字 那警惕这一个字呢 是树心旁加上一个容易的意 所以它也是左右结构的字 好 警惕指的是呢 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呢 保持这个警觉 好 对呢 非常的激紧观察室周围哦 好 所以我们要时刻呢 保持警惕 或者呢 到了人多的地方 或者危险的地方 我们要提高警惕 我在人群中行走时要提高警惕 以免贵重的物品呢 被偷走 是的 我们到人多的地方呢 比划数九画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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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当我们看到提手旁呢 一般上是需要用手的一些动作 那栓柱的栓 它指的是用绳子绕在物体上 打上一个结 或者我们说用绳子 把它系在一个物体上面 所以一般我们会将狗儿 扇在栏杆上 我用绳子将狗扇在栏杆上 以免它跑出家门 是的,我们会把狗儿扇着 不然狗儿会随处乱跑 那大象呢 它也是被动物管理员给扇住的 扇在一个柱子上 好,接着我们要看的这组词语呢 是钻块 钻块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钻这一个字 钻这一个字的部首呢 是十字旁 笔画数是九画 好,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钻这一个字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 钻这一个字是左右结构的字 由石头的石加上钻新的钻 那同学们在写钻新的钻这一个字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第三笔 横 第三笔 竖 所以这一笔呢 同学们要注意了 是连贯的笔画 好 那钻块指的是呢 把粘土等做成长方形的这一个物体呢 放入校里 然后呢 烧制成建筑材料的这一个建筑材料哦 所以它通常是长条状的 好 好 所以建筑工人 弃上砖块 来建造房子 建筑工人 弃上砖块 来修补破洞的墙角 好 接着我们要看的字呢 是舔 舔 舔这个字的部首呢 是舌字旁 笔画数呢 是十四画 哇 稍微有一点多的笔画哦 好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那舔 这一个字呢 也是左右结构的字 要特别注意的是 最后的三笔哦 所以是 竖钩点 点 点 所以是竖钩 点 点 点 同学们要注意了 好 舔 这一个字的动作呢 是用舌头 粘取 或者 擦拭 所以你的舌头呢 会接触到一些东西 或者取走一些东西 像这样子 这个叫舔 狗儿 想要把他的这个鼻子呢 给舔干净 好 那炎热的下午 孩子们在舔着冰淇淋 所以在炎热的夏日呢 小朋友呢 会吃着冰淇淋 这个用舌头去舔 这个冰淇淋哦 好 妹妹把嘴角的巧克力舔干净 那可能妹妹呢 刚刚吃了巧克力 沾在嘴角哦 所以她用她的舌头呢 把嘴角给舔干净了 好 接着我们要看的这一组词语呢 叫做眼眶 眼眶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 眶这一个字 眶这一个字的部首呢 是木字旁 笔画数呢 是十一画 好 让我们一起来学写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一画 那框这一个字是左右结构的字 好 那眼框指的是什么呢 眼框指的是眼球所带的框子 眼球四周 或者呢 我们可以说是眼皮的边缘 所所构成的这个框 一样的 听到徐老师 转到另一所学校的消息 我的眼泪不禁在眼眶打转 嗯 你熟悉的老师呢 转校了 或者升职了 所以你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所以你的眼泪呢 不禁在眼眶里打转 要哭了的意思 好 好 今天的最后一组词语 蒙龙 蒙龙 好 让我们一起来学写这个蒙 这一个字 好 蒙这个字的部首呢 是炒字头 笔画数呢 是十三画 好 同学们 再次举起你的手 让我们一起来学写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好 蒙这一个字呢 同学们要注意的是呢 炒字头过后 写了点 横折 过后的这两笔 横 横 是两个横 好 蒙 好 蒙龙 指的是呢 形容两只眼睛呢 半针半壁 昏昏欲睡的样子 那一般呢 是你刚睡醒的样子 眼睛 睁不开的样子 或者是呢 你非常的困了 你想要睡觉的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呢 朦胧的眼睛 刚起床的妹妹 双眼朦胧 走路 摇摇晃晃的 实在站不稳 好 同学们 今天的华文声词呢 我们就学到这里 希望短短的这个影片呢 帮助同学们认识 这个单元的声词 希望同学们 好好的学习 把华文给学好 我们下一堂课见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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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